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玩的旗号带走了所有的女学生 而这些女学生还抱着满满的欢喜 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去看看大的日本帝国了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贼船 另一边中芬看到江英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满满的都是羡慕 当被问及自己是否愿意去日本的时候 她欣然的同意了 最终中芬也被带走了 她在火车上遇到了自己的故人江英爱 他们开始害怕 但是一切都没用了 一到地方他们就被关到了小屋子里面 屋子里面什么也没有 只有避孕药 后来他们随着剧情的发展成为了未安妇 虽然有避孕药 但是江英爱还是意外的怀孕了 怀孕就要打掉 不容得江英爱有任何的反抗 那些婆婆就强烈的给江英爱灌了大胎药 一个流产的高材生觉得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 既然活着没意思了 那就寻死吧 在这个寻死的关键 中芬开始鼓励江英爱要活下去 就这样两个人毫无疑问的又被逮回去了 不过江英爱对中芬的讨厌却变成了信任和互相帮助 二战没多久就结束了 日本也签了投降书 但是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 打算把姑娘们全弄死 于是一顿晚餐变成了送他们去地狱的最后一顿饭 但是聪明的江英爱早已发现了这一切 很不幸 江英爱死了 到了最后只有中芬活着 中芬带着江英爱的信念活到了国内 但是为了维持生活 只好借用江英爱的名字 活了这么多年 终于在最后放下了心中的包袱 敢于承认自己是未安妇的身份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中芬改化了隔壁的小女孩 成为了这个小女孩的监护人 中芬知道在这样一个滑稽的年龄 不容得随意 不容得自己任性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